哈喽大家好,我是星巴 现在我们正在吉湖展厅 为大家带来的是吉湖Alpha S5的静态体验内容 本来我们今天其实不是来拍S5的 我们本来想来拍这辆车 我们现在切第一视角吧 我们本来是来拍这辆吉湖的考拉S 因为这辆车我会更加的关注一点 因为它是这个级别内10万块钱 唯一一个在侧一门的车型 但他们那个S版还并没有到电 但是我们来了不能白来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详细来看一下 吉湖的Alpha S5 那这辆车型我们当时发布会应该是去的吧 在线上给大家直播了 他们之前发布会的价格跟现在价格 其实又有一个非常大的调整 吉湖现在的车的实际的售价 真的非常的夸张 像这辆吉湖Alpha S5 他们现在有现金优惠两万五 就是官方的活动 现实补贴就是国家的补贴 然后实际上他们现在电端差不多 还有1万块钱的优惠 也就是说他们盖板只要11万多就够了 最便宜的那个版本 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推荐买它的盖板 因为盖板的配置跟它的次地配还是有点区别的 如果你这个车没有什么基础了解 我知道我们频道很多是小白 可能完全没有听到过几乎Alpha S5这辆车型 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的来聊一下Alpha S5 这辆车型应该是现阶段这个尺寸内 那抛开品牌不谈它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几台轿车之一 唯一可以跟它搬手腕的应该只有1007 我挺认真的 就1007可以给它正儿八经 搬一下手腕 这辆车型的尺寸是4820x1930 高度是1480轴距有2米9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宽的 有点类似于轿跑类型的这么一辆轿车 也是运动化的 而且这个车型风阻非常低 这车风阻只有0.1925 基本上同级别也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那风阻低因为它的能耗水平 其实能做到比较低 特别是在高速能耗 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那这辆车型的续航版本 也是560公里起步 然后高配版本是708公里 当然它还有个四驱的高性能版 是650公里 那个708公里在这个级别内 这个尺寸应该能选择的车确实不多 那这辆车型的实际700公里的版本 其实也只有15万多 那么700公里那还性价比很高的 包括其他都不谈的话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 几乎Alpha S5整体的硬件配置 其实也是不低的 它最慢最慢最慢的版本 盖中盖版本都能跑进7秒 高配版本是3.7秒 本质上它还是能够对对其他外停的 那外观上面我们就不过多赘述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觉得整体上几乎的外观设计 从T5开始 那边就有辆T5 我觉得T5的外形 包括S5的外形 在整个几乎里面 我都觉得是属于比较好看的 实话说 比原来的Alpha T 我觉得是要好看的 明显能感觉到更加现代 更加锐利 给大家的运动化一点 包括像这个版本用了黑顶 包括后面有个小绕流 对 这个东西我哪说哪了 我觉得它的侧面其实跟小鹏P7有点像 实话实说 那这个尾翼 我也是一直是这句说法 我觉得不管它有没有用 反正带尾翼免费送的 我都觉得帅的 没什么好说的 有尾翼就是帅的 你可以不喜欢 可以不喜欢 但是我还是觉得比较喜欢的 我觉得 颜值在线 第二是这个车型 你本来你比如说这个车型 这个价格内15万左右 基本上是没有800V平台的GEL车的 非常非常少 那质量α的S50正二八经 它是有800V平台的 最高送电速度有230多千瓦 当然低配版本并不是800V的 是磷酸铁锂的 那这个车型的电池 其实是有区别的 当然首先先要夸一下 这个车型都是宁德时代电池 而且都是他们的极光 但是它的低配版本是磷酸铁锂的 高配是三元锂的 三元锂才能做到800V的快充 所以230千瓦 只有高配才有 但是它那个低配的 那个磷酸铁锂充电速度一点也不慢 比很多的2C都要快得多 它是160千瓦的上限 所以它这个车我觉得 其实160跟237差距也没那么大 其实磷酸铁锂会更加喜欢一点 话实说 而且零百加速 其实你说7秒跟6.8秒 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当然你买了一个最贵的版本除外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便宜的两版本 性价比很高 就是这样子 可以直接先改阔 然后我们继续切回来 来看啊 这个车型的悬挂形式刚刚没有聊到啊 这个车型前迈福迅后多连杆的悬挂 而且你看这个轮胎啊 这轮胎也是来自于米其林的PS4啊 整个轮胎也是非常的厉害的轮胎吧 在这个级别内应该没有什么车轮胎是比这个轮胎更好的应该来说15万元价位 对吧 部分厂家还在用阿特拉斯 它是一个24545R19的轮胎 当然我们现在看这个版本是高配啊 不知道它低配的版本的轮胎是什么样子 我确实不知道 知道了可以把它来公平上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 我觉得整辆车型我看下来就是相对于几乎的之前车型来说 它显得非常协调 相对来说 而且整个黑化的用料的设计啊 上顶都是这种黑化的钢琴材质 包括这些也是 整体的车型感觉更低拍一点 实际上会比你想的要更加的运动一点 这个实话是说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新的外形设计的 设计是家序腿 好 外形上面就聊这么多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内在表现 这个车型是隐藏式的门把手啊 这个哪说哪了 反正为了风阻设计嘛 如果说你不喜欢那也没有办法 他就说隐藏式门把手 然后玻璃也是无框车门 毕竟是个跑车的造型啊 但这块玻璃还是挺厚的 但它不是双层夹胶玻璃 整体的RF S5我看下来 我觉得比较明显能感知的是 它并没有因为这样车型 对吧 它本来不是这个价格的 它本来并不是卖十二万四三万的 所以它整体的用料水平 还是维持在 我觉得二十万水平可以说啊 所以它上面的这个材质 基本上都是类似于这种脊皮材质 它基本上能摸到的地方 都是软质的包裹 包括这边的皮革面 全是这种软质的大面积的皮革包裹 能摸到的地方都是皮革包裹 包括这个雾银的材质 其实我觉得北汽在做 那我们之前在αT上面 我们就说αT有很多的问题 除外 但它整体的用料 包括中工工艺 那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做的挺好的 实话实说 只是这几个按键 我觉得还能做的更加精致一点 做更加精致一点 金属感可以做的更强一点 然后是它的音响 音响这边还有一个 它们隐隐可以见的 它们几乎的logo 那这个车型也是带一个 15扬声器的音响系统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电磁的开关 下面是一个紧急的开关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氛围灯 能看到 OK我们到内部来看一下整辆车 OK 整体的NVH表现 我觉得还做的不错 整体内部都是有氛围灯的 现在爆闪是因为我们的 拍摄的频率的问题 整个发盘跟之前的几乎 是区别不大的 然后都是打孔皮 上面是用皮革包裹 下面是打孔皮 然后这些都是带按键的 诶 它能看到我自己吗 还能拍照 这有点过分 展车模式 这能退出来吗 有点奇怪看自己 OK 回到放弯盘 放弯盘是一个标准的 两幅式的放弯盘 里面是打孔皮 外面是皮革包裹 然后有一点正方形 整体做工表现 我觉得还可以 上面是钢琴烤漆 带实体按键的这么一个设计 上面抬头 这个车除了盖板以外 都是带HUD的 是AR HUD 这也是好评 除了盖板都带 然后上面都是这种 有点类似于 几皮材质的 大面积的包裹 上面是音响 然后能摸到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这种 镀隔材质 跟这种皮革材质 相呼应 然后这个都是 它的氛围灯 哇 这个爆闪 这主要是我拍摄的问题 不是灯的实际原因 然后下面是这种雾银的材质 这边是电子注车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屏幕 这屏幕也是现在最新的 然后是带他们最新的一套系统 8155 16加1228 基本上是主流的设计 而且这个屏幕是全系标配的 就没有任何的区别 盖板也是一模一样 然后下面带一个出风口的设计 都是实体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他们的香薰 非常的刺激 应该是香薰吧 这有点东西 这个地方是他们的香薰 然后这边是一个游戏手柄 他应该可以玩游戏 然后下面带一个 50瓦的无线快充 这边是几皮材质 无线快充 是带出风口的 然后下面是两个杯架 带线位的杯架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下面是皮革的 大面积的皮革 然后摁开来是左右开合的 哇这个储物箱贼大 这个储物箱真的大 这储物箱我感觉可以放 少说十几厅可乐吧 真的超级大的一个储物箱 这储物箱我最近看到最大的储物箱了 非常非常大 里面还有一点搂进去的 超级超级超级大 超大储物箱 上面也是白色的皮革 然后旁边是带一个扶手 就是你开着快的对吧 你的小伙伴可以这样子拉着 然后也是雾云的材质 大家座椅啊 座椅这个车型是带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都是有的 然后是打孔的皮革 然后它皮革还是有区别的 下面是这种光面的 这个上面是那种几皮材质的 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这个还蛮高级的 就上面是这种帆毛皮的这种材质的 打孔皮 下面是皮革的 然后抬起来是两个全景天窗 这个也比较有意思 现在很少有这种分开式的全景天窗 因为它后面是一个非常大的西安背 这个天窗他们也是做了那个防晒处理啊 但是肯定会热 无论做不做吧 肯定会热 我最近试到过很多说做了很多高科技的 但是还是会热 这个最好还是有一个物理的防晒 然后这边是一个LED的一个阅读灯 然后这边拉开来 这边是一个带LED补光灯的一个镜子 OK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我们把前排调到正确下桌子 我们去后排感受一下 忘记补充一点啊 这个车机有一个地方是值得跨的 这个车机是支持华为嗨咖的 CarPlay跟华为嗨咖 它都支持的 这个我觉得要好评啊 华为嗨咖跟那个CarPlay都是支持的 这点我觉得很好 因为毕竟你苹果的用户还是很多的 华为用户也很多 它都支持 而且那个手机互联 那个一连互联也是支持的 包括爱奇艺啊 投屏啊 都是有的 然后这个车型还有一个事情是 这个360环影是全系标配的 包括透明底盘也是全系标配的 这点真的要给好评 这个车型还有个事情是要说一下 它的L2它也是全系标配的 A1B也全系标配 应该我没记错的话 OK我们现在调整好了 我们去后排看一下 然后它这边是有一个识别的 告诉你这边是门 后排跟前排一样 也是无框车门 然后也是几皮材质 然后是全部是皮革包裹的 大面积皮革包裹 然后有两个标准的头枕 中间这个没有头枕 然后带一个扶手 带两组的SOFIX安全座椅 座椅也是打孔皮的 相对来说座椅是比较软糯的 然后后排跟前排一模一样 真的我觉得除了包裹感 稍微平了一点 但是它这个材质还是非常的棒的 这种几皮材质 打孔的几皮 触感还是非常好的 头枕也是带来这种轻角的 OK我们坐上来 坐上来 我觉得整体的坐垫长度是很长 坐垫长度很长 没问题 我脚已经完全顶到 但是坐垫的高度 我觉得一般差不多有四指的 那个坐垫高度 高度不够一点 但是长度很长 然后你要往前塞一点 往前塞一点 有个问题是在于 它并没有说下面脚可以塞下去 塞不进去 所以就只能这样子了 这个是他们应该改的地方 我觉得坐垫的高度不够 然后后面是有一个Type-C的接口 然后左右的出风口都是有的 然后这么中间有个扶手 我们把它拉下来 扶手带两个杯架 也是皮革包裹的 正常的扶手 然后抬头是一个巨大的天幕 这边还有一个条状的月族灯 还是比较少见的 还蛮帅的 还一条状的月族灯 第一次见到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挂F的挂钩 如果你经常出差 这挂钩应该是有用的 而且挺实用的 OK 基本上后排就是这样子 然后是后排的头部空间 差不多 我跟玻璃差不多 还有一拳的空间 头部会稍微差一点 一拳我觉得 对于它是玻璃 我觉得会比较晒 我挺认真的 我希望官方出了个配件 把这个顶一点 参考一下我的领跑C01 这一定会很晒 现在这个环境下 以及这将长年40度 OK 头部空间还可以 一拳还行 但是这个玻璃顶肯定很热 OK 就是这样子 整体做的还挺舒服的 我觉得整体就是 腿部的支撑稍微不够一点 做的还挺舒服的 这个皮革 这个座椅 这个头枕都还不错 但是 腿部支撑不够 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后备箱 这个后备箱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后备箱 你一开始你都不知道 它在后备箱开口在哪里 其实我告诉你 它在这个 哦 这个 它是个后备箱打开的 这个后备箱非常设计像SUV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这边是全屏的 它不是像一般的轿车一样 这边弄一个门槛 把你包在里面 它没有 它是一个这样子全屏的 就你知道 就你其实像钓鱼鸟一样 这样做的就第一次看见轿车里面这么设计的 还蛮有意思的 这样子我觉得它东西拿进拿出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 而且它整体的后备箱尺寸也是比较大的 但是它是这样子 它是后备箱的这样子的开口 没有特别的大 但这样的开口不特别大 比较方正 我对于这个设计 我觉得应该是褒奖多于贬低吧 因为实际上它的那个 这种全屏了以后 你搬东西就非常非常方便 我是比较认可的 我比较认可 然后拉开来里面是一个音响 里面是个第一帽 第一帽非常大 630瓦 这个车音响真挺屌的 实话实说 放在这个价位内 挺厉害的 有点东西 然后这个车是带电尾门的 当然盖板也没有 它是中配以上 好像次低配以上就带这个电动尾门了 OK 就是关于几乎阿尔法S5的静态体验 大家觉得这样是怎么样呢 我看下来 我是觉得 那我可以简单跟大家聊聊 这个车型 如果说你纯粹的看在价格 看在它的配置 包括它的实际的做工用料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觉得很能打 基本上是属于性价比很高的产品线 没有任何的问题 哪怕我们跟吉普原来 对吧 并不是非常愉快 但是还是要说 该说不说 我觉得阿尔法 无论是T5还是S5 这次的价格调整都是非常厉害的 同级别里面确实你很难找到真正的对手 如果说你觉得其他品牌没有问题 或者说你周围是有电的 我觉得这个车型你可以来看一下 你绝对吃不了亏 可以试驾一下 如果对这个车还有什么其他想看的 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每条频道在看的 那希望我们的视频能够帮助到你选车 如果对于吉普阿尔法S5 还有什么其他想了解的 可以给我们留言 如果说你周围有朋友想看这辆车 也可以把我们视频推荐给他 也希望我们视频对他也有帮助 几乎这一波干的还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